县府文化局与苏澳镇公所合作 举办苏澳西红最公共艺术计划 国内外九位艺术家将创作出两件永久性 及七件临时性的作品 而设置地点会以冷泉公园为核心 并扩及巷弄市场冷泉区七星岭 苏澳车站及静安宫等 8月1号在冷泉公园会举行作品的揭幕典礼 并宣布苏澳公共艺术元年到来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 办了两岸有一个是甲岸跟宜岸 甲岸的无策展人这边来协助我们 大概有两个固定的那个艺术作品 将来会在我们这里呈现出来 那宜岸的部分是我们苏澳在地青年 苏澳KPI会来协助我们甲岸 两个案来做一个事录的一个配合 另外公所也会在8月1号开始 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 来加强来强化这些公共艺术 让我们在地的居民能够充分的理解 我们这个红水到底它的意义 另一个民众参与的部分 则由苏澳KPI规划一系列工作方课程 及导览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公共艺术 借此换回苏澳的在地记忆 那最后会选择在苏澳的原因是因为 苏花改通车之后对苏澳的那个风貌 跟那个人为的习惯改变最大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苏澳冷泉 跟汉原苏澳地区 然后一起来将苏澳的人文地景产 跟历史风貌等等呈现给大家 那公共艺术呢我们除了希望有 公共艺术性之外 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 文化性跟教育性啦 所以文化区这一次呢 特别的强调民众参与度 所以呢这也是林县长 非常关注的部分啦 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将 民众参与的部分独立出来 那委托在苏澳的在地团体 偶尔会公司来做基金 在阿里史洗衣区 学童和社区居民进行集体创作 创作过程主要以肥皂的香气 换起对在地日常的体验 大家利用肥皂清洗冷泉池底的石头 最后会将使用过的肥皂集中起来 给艺术家进行布置 相关活动及艺术品介绍 可以追踪苏澳西红醉公共艺术计划的 脸书粉丝专页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邦报道 换起来 明天不得了 最后会被换了 这是你 我又会承诺 在看他 此外 你会承诺 但我会承诺 你会承论